老大要搞定人的手段 菩萨心肠加霹雳手段 想做老要有搞定人的手段 而搞定人的核心呢 就是搞定刺头任何一个团队里呀 那些很听话的人往往都没有什么能耐 能耐很大的人呢 个个都是刺头兵 如何降服这些刺头兵呢 我总结了五点 一 贤为厚恩 高压怀柔 做老大最机会就是一上去就是失恩 没有威过的 恩会让别人觉得你就是在讨好他 拿最大的刺头开刀 不管你之后你想对他多好 你得先把他打服了 打得他不敢蹦的 这就是雷霆手段 之后随意安排才展示菩萨心肠 立威对普通大众十恩受心 孙子兵法里说 杀艺人可真万君 杀之 讲艺人 可约万君 强制就是这个意思 把最哪搞的这个刺头都制服了 那下面人自然对你服服帖帖的 当个个都怕你失 你失灯就能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 前面太好 后面坏一点点 他们都会在心里骂你 前面坏一点 后面对他们好 一点点他们立刻会感动的稀里哗啦 人性就是这副德行 二拆除势力 不能让一个人在一个职位待太久 不然就形成自己的权力 这个小圈子他就会处处要挟 所以呢 要时常调动 如果调动不了的 就在他那里安插一个自己人 并提拔自己人 行仇互相制衡之时 他就不敢轻易忘 三让下属多想办法独立完成任务 那么他们想出的办法 他们去干的时候就会很卖力 同时如果做的结果不好 那也不需要你承担责任吧 但是他们这个做的事嘛 对不对 思保持神秘 学会深藏不露和下属 要保持距离 走得太近缺点就暴露 无疑 他们就会有对付你的策略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皇帝一旦登基 就会诛杀老臣 因为老臣都太了解了 对吧 提拔新臣 所以新臣对皇帝是不够了解的 所以真正的高手呢 都是阶段性使用人才 只有新人才会对你是最敬畏的 无引入竞争调解竞争的核心是重奖重罚 扩大双方的落差感 动力自然就有了 同时呢 还要经常引进优秀的新人给予高潜力 借用他们的手打自己 那些老臣新高管进来 在公司没有根基 如果你给他撑腰 他就一定会对你马首释然 特别听话 那么这个新高管和老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你再出来做何时老 他们之间越是斗争 你争我多 他们工作的动力就越强了 你就越轻松了 这也就说明了 为什么古代皇帝把太监的权力放那么大 权力放那么大 就是用来制衡温尘武将的 做老大的话 境界能力手段缺一不可 境界是降服高手的能力 能力是降服普通人的 手段是降服小人的 因为所有觉悟人一旦开窍 能想清很多事 内耗也就少了 可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了 而不是纠结那些小事 能去做想做的事 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也就是做自己 而开窍的背后就是自己的觉悟能力 让自己拥有面对现实的入世手段 和出示菩萨的智慧 简单点说就是菩萨心肠加霹雳手段 是菩萨心肠的